老板娘 给我干烧的一碗 粉啊 干烧的 我们就是这样每天早上 我就把那种肉全部拿到这边来 杀了一遍杀就一边卖 牛筋 牛肉 牛肚 还有那个梅肉 那个粉烫上来 放着 这样你不是看肉砍几个 肚砍几个 牛筋砍几个 看人家喜欢 这样你不是放咸菜 花生 放那种酱油汁 就是这样了 干的是这样 我们的老板娘其实是 客家人 但是先生是海南人 所以他做的是海南人的这个牛腩面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卖牛腩粉 牛腩面那些呢 有潮州人 有客家人 也有海南人 海南人的这个牛腩粉 要怎么样看是海南人的呢 如果你看到呢 里面是用类粉 它很大可能性就是海南人的 另外 它一定要放花生 还有一个海南人牛腩粉的特色是什么 勾黑 勾黑讲得对 勾黑真的讲得对 因为他们有放了一个 很浓稠很黑的半酱 这个半酱什么来的 秘诀 秘诀了吗 这样也秘诀 我听过有一些年轻朋友跟我讲 就是那种黑黑 好像江湖这样子 对 那个是用什么东西来做的 牛肉汤做的 牛肉汤 所以你汆烫那个牛肉的汤 对 然后再拿一些的生粉来勾芡是吗 对 所以海南人的也一定要有这个 对 黑黑的半酱 还有它的味道吗 以前是我家工作下来的呢 80多年啦 他们很多人挑出去哪一个地方 前面店 咖啡店 哪里前面坐就坐 后来就来这边 后面不是有个老巴萨 在那边大概打底50年吧